存心時時可死,行事不復求生 這是補充您剛剛說的那一句 有啦,後來我用搶寫 呵呵呵 這樣,是這樣看 OK,還有人要問問題 謝謝導演的電影,真的是非常感動 其實我之前從來沒聽過這一片 也沒聽過林導演的名字 剛才說這是第一部電影 是嗎,是第一部電影 所以之前不是做電影的 那是什麼樣的想法會讓你想要 又開始做電影 這樣有聲音嗎 有 其實 呃 製片一直跟我講說 你不要一直講說你是門外漢 所以齁 我之前確實是一個門外漢 可是我是讀電影的 那 呃 電影齁 在當初我畢業的時候是 呃 沒有機會的 你連要找到電影的工作都不可能 因為那時候 這是台灣電影的故事 然後我後來就去電視台上班了 可是我在電視台上班 其實我是上兩個班 比如說 我在電視台當攝影 然後回家以後 我另外一個班就開始了 是寫 寫故事 我是寫 劇本 寫小說 然後 我從來沒有 想說我會去寫童話 可是有一天 好 我有一個小孩 好 然後 我小孩 長大 兩歲的時候 他開始會跟我要故事 然後要故事 我就要 臨時編一個故事 哄他睡覺 好 然後 隔天 我就把昨天 那個 講的故事 把它寫下來 一直寫 一直寫 越寫越多 然後 我 我小孩明天要考年考 他已經高三了 好 所以這些故事都擺了十幾年了 然後 就是因為 我又去拍了那 骨肉裡的小朋友的故事 然後 我就把 以前的童話 抓了五個 看進去這個劇本裡面 其實這個劇本 是我寫過的劇本 寫的最快速的一個劇本 這個劇本我才寫二十天而已 就寫好了 然後 就沉暗了 就是 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有一個 我不是用宗教的觀念 我是在用我個人的看法 就是說 其實他總的來講 是有個代理 或是說 你在做什麼事情 可能都會埋下伏筆 我也從來沒有想過 我會去拍兒童去 從來沒有想過 所以 我一路這樣走來 我都覺得說 是有天使 去帶領我去走這條路 那 我會覺得 我很願意去走這條路 我也覺得 我的幸福感 就像我今天來 給各位 分享一樣 我覺得我是幸福的 我才有 那個機會來跟各位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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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